未在信二路有一家已经卖了30年的牛肉面店 老板用了20多种中药材熬牛肉汤底炒牛肉馅 再搭配做成牛肉面相当受到民众喜爱 很不错 味道蛮濃郁的 炒豆瓣汁 特别有点 特别有点牛肉面 它在哪边 就是 它有茶茶就蛮香的 然后肉汁也没错 什么样口味口感的牛肉面 吸引顾客和老饕们不断上门 30年来这晚受到顾客喜爱的牛肉面 口耳相传下 喜爱吃牛肉面的民众络绎不绝 让原本在巷子里面摆设的小面摊 变成搬迁到信二路大马路旁边的知名牛肉面店 因为独家口味的牛肉面 总是让顾客一吃就上瘾 你觉得它的蜜桃或者是它的汤头 很Q啊 汤头不错 它好吃的 第一代老板和老板娘在店里面 指挥督导店员招呼客人 然后煮面撈面再加入牛肉块 淋上牛肉汤底配成飘香30年的牛肉面 本身是宜兰人年轻时做过中药材生意 也到过台北知名大饭店 像山东籍老师傅学习做牛肉面的老板表示 当年自己出来摆设牛肉面摊 就是融合这两种经验 自行研发出独家口味的牛肉面 我们的骨肉都是用过去处理 处理老板再下去炒 炒好之后再下去炖 炖好之后再下去炖 炖好之后大骨头才用中药 老板以前是开中药店 后来他又有中药 都用中药的东西去熬出来那个汤头 老板表示牛肉面好吃的秘诀最重要在于前置工作 也就是牛肉汤底和牛肉面里面的牛肉 他选择可以和牛肉肉质符合 并且吃了温补人体的中药材 分别用十几种中药材 加牛大骨熬煮牛肉汤底 另外再用十多样中药材来炒牛肉块 肉的跟炒的这是怎样 有什么都要用的 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算我们有肉出来 你知道吗 整生出来 再继续切 切了再切 切一只一只 切后再来炒 炒 中药下十几个地方 炒好后再放另外十几个地方 包也再来炒 都不一样 这样就会烙 这炒到烙的一袋中药都不一样 炒的時間 炒的時間 炒的要點多煮 炒的時間 也要點多煮 點半煮 炒的時間 都差不多是這樣 當然牛肉湯比和牛肉好吃之外 Q彈好吃的純手工麵條 搭配才能真正組合成一碗好吃的牛肉麵 麵條是跟這隻肉中藝麵條 這隻也是老闆來做差不多四五十年的麵 他都出港的 出港的都好 都出去了 家常的 還是什麼西邊 一般的邊 都風濃 郭 烏龍 什麼的 都自己做的 我們就叫自己做好好的 一般的麵就對了 除了好吃的牛肉麵 包括榨菜 肉絲麵 赤肉麵等 也都深惑顧客喜愛 老顧客表示 吃麵食如果再搭配十多種 老闆特別製作的各式小菜 才能算是真正享受美食 不虛此行 記者吳俊松 採訪報導